字幕 Space 觀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們的貼心好閨蜜 Duffa 今天這支片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我之前不是出去一起分享提升幸福感的小物嘛 很多人說喜歡看這類的視頻 希望可以去第二期 соответ今天第二期接下來 還蠻喜歡這個主題的 我覺得這個主題就是什麼東西可以去介紹 只要能讓我感到幸福 能讓我感到開心的都可以介紹 特地想到一些就是 YOU KNOW SOMETHING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就是这一个 就是一个榨汁机 但是它这个榨汁机 跟其它榨汁机不同 就是它可以这样子分成两个 就你榨完以后直接就可以拿着出门 或者就是直接拿着就这样子喝 就特别特别的方便 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是个养生女孩 就平时很爱戴什么知乎上面 看一些营养的食谱 说什么加多少香蕉 加多少苹果 然后加牛奶 然后什么什么有功效 就很爱看车球 又感觉到 自己年纪也大了 也没有男人的滋养 就身体特别的需要 我在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是独自一个人住的那种 单身女性 特别需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这个量的话 刚刚好就是一人份 重点它真的特别特别方便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不要吓到我优伞 榨汁力度也特别特别的强 其实也蛮爱用的 就如果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少喝饮料 因为我最近也太减肥 就最近我就要控制自己 不要自己喝饮料 如果实在想喝一些 除了水以外的其他东西的话 我就会给自己榨一些果汁来喝果汁 它对我们身体还是比较有营养 比较有用的 然后如果你正在美白中的话 也可以榨一些维生素 洗比较高的东西 每天榨来喝 因为会让自己感到特别贴心 都不用什么狗男人 给我们送什么喝的 就只要有了碳 我们自己炸 我们自己炸好吗 然后第二样 给大家介绍 吃这个 其实是一套洗护产品 就是一个洗头水架 一个护发树 这个来自日本的品牌 叫做Bowtennicity 不会读 一个植物学家 乌龟洗发水套装 它真的是我心里面 排名最好用的洗护产品的 前三名了 喜欢产品最牛逼的 就第一个当然是乌龟油 第二个是它的成分 完全就是植物成分加水 完全没有其他添加一些什么 有个media something 它的泡沫非常丰富 就一点都能够起很多泡 它里面满满都是植物的精华 它的味道也是 超级好闻 超喜欢这种味道的 它这款洗头水的话 好像是一个苹果 加一个玫瑰的香味 说的话就是有个苹果 加上一个玫瑰的那种味道 反正整个味道又高级又好闻 就用了以后感觉自己 是不是什么女王还是公主 首先它里面有个椰子精华 以及一个中素精华 就能够去除我们头上的一些污垢 以及一些油脂 还有甘草跟甘蔗的精华 就能够让我们头发 保持那个充足的水分保湿 大豆玉米的精华 就可以修复我们的头发 反正就是完全都是植物的那种 老实我头发真的是很粗 很黑 很硬 好喜欢 我头发非常挑剔 如果我就是用普通的洗护产品的话 我每次洗完头发 你梳你知道吗 一直卡在头发 这个用完以后 你的头发真的特别的顺滑 就是梳子这样子 就算没有干嘛 也是很容易就梳开了 重点它的控油效果特别好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是明明当天晚上都洗了头了 睡觉第二天起来 头发油的不行 说我很长 我就是晚上我就不洗头 因为我觉得洗了第二天起来 还是油 还不如第二天才洗嘛 但是这个的话 你用了以后第二天起来 还是依旧非常的干爽 一点也不油 就是我的战胜父 我超级喜欢的 我也喜欢它的包装 就非常的性冷淡 很像那个无印良品 那种性冷淡的风格 我他妈抓不到的 诶 诶 下一个就是它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旅行一定要带的东西 大家猜一下它是什么 呃 呃 呃 这是一个便携式的出门旅行币 被洗护啊 身体护理的产品 它一个套装里面分别是 有一个沐浴露 然后一个洗发巾 一个润发乳 也就是那个护发书嘛 还有一个身体乳 它这个品牌是一个泰国品牌 叫做哈 那应该也不是这样子 读吧 不知道 这个品牌就厉害了 他们在泰国的话 是专门为五星级酒店 提供这种洗护产品的 就像这种穷逼出门住酒店 一定是住最便宜的啊 最便宜的酒店里面 当然就不会有很好用的 那种洗发巾洗发乳 那些便携酒店里面 那些洗发巾洗发乳 这样觉得 哦 好恶心 而且洗完后 巨难用 那种个人的话 是不能够接受 那些那么难用的 洗护产品 就是酒店那种嘛 所以我只要出门旅行 已经用了那么多了 目录跟这个洗发巾的话 它的质地是那种果冻的质地 味道特别的好 是那种茉莉的花香味 你们有没有喝过一个什么 康师傅什么茉莉花茶什么 就跟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目录跟这个洗发水 真的特别好用 也是洗完以后 身体就特别的保湿 也不会觉得很干涩 然后洗发水 是加上这个护发树 那我多爱用这个嘛 就有时候我在家里面 就是即使家里面 已经有那种家庭用的 那种洗副产品 我还是觉得 哦 好想用一下这个 因为真的很香嘛 我就想说 哎算了 就拿来用一下了 是有两套的 一套是主打薰衣草 一套是主打茉莉的 主要成分也是一个茉莉的精华嘛 觉得这四件 假期的话 即使你出差什么的 就晚上还可以用 很好用 很香的目录洗发水 护发树 然后用完以后 还可以再抹个身体乳 就可以很舒服 很幸福的 躺在你的被窝里面 精致的猪猪女孩 就是无论是何时何地 都要对自己最好的呵护 它的产品主要是主打滋养的嘛 所以孕妇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吃 下一个的话 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宝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猜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两用电饭包 就是一边可以包饭 一边可以蒸排骨 煮汤 我是不是被震惊到了 这样有这么便利 这么方便的东西 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 像现在我一个人出来住嘛 有时候也没有说很多时间 去弄些都没得吃的 再加上我自己也不是很会煮菜嘛 这些小菜还是会的 有时候早上起来 就是一想到 我还要花很多时间 去煮什么煮什么 做什么做什么 就好乱 就觉得算了 还是点个外卖吧 要一点外卖一个月的那个 伙食费 又是是是往上涨嘛 有了它 我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反正我一般我晚上的话 我就会把这里就是包粥 然后这边的话 我就会蒸一些排骨啊 或者就是蒸一些 有的没的小菜 然后就让它自己煮 要煮完后 它就会调到一个保温的状态嘛 然后第二天睡醒来的话 直接就可以打开来 舀粥 然后再打开来 拿菜 就哇 一个非常幸福 非常丰盛的早餐 出现了 但是怎么感觉 那么可怜的感觉 这个东西到底谁发明的 这样子都能够给我找到 真的觉得我自己很佩服自己 知道吗 这个真的 如果像一种独自生活的 单身女性 一定要必备 真的有了台后 真的觉得生活都充满的幸福 然后我下个要介绍 就是必须要跟大家坦诚一件事情 就是我谈恋爱了 就是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然后非常的不好意思 然后我也想在今天的这个视频 把它介绍给大家认识 就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也认识我的新男朋友 因为我不想姐妹之间有什么隐瞒的事情 男朋友快过来 男朋友你好舒服啊 好温暖啊 有了他以后 男朋友帅个屁 帅个屁 男朋友好像也蛮重要的 这个品牌是一个泰国非常有名的品牌 就是我之前姐姐有去泰国玩的话 她也有买回 这个叫做Vica 应该是这样子读吧 它是一个保护我们颈椎 以及一个护颈的枕头 这个枕头我真的完完全全不能够离开它了 像我在家里面的话也是用了这个枕头 现在来到北京的话 依旧是用这个枕头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脖子非常非常容易痛 我经常会脖子痛 我只要玩手机玩的久一点 或者就弄电脑弄的久一点 然后脖子这里就开始痛 然后这里一痛 痛到手 然后还会传到头上 就这样子一条筋的痛 反正我是很长 我一个星期大概会有好几次 就特别难受 而且有时候就是你很痛 晚上还睡不好 就是你总感觉就是躺着 就是不舒服 感觉就是好像脖子这里 好像空了一块的感觉 你们会不会这样子 就感觉脖子在悬空 特别特别累 有了他以后 我的贴心男朋友 我再也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我跟大家说 这个枕头是可能用10年的 就是你随便压它 它非常的软 你不要看它很大 它真的很软 像果冻那样 然后你随便压它 它都不会变形的 就是它们是号称是可以用10年的 10年后我大概就是24岁 这样子 就是我今年14岁 它的这个乳胶含量是高达92%的 而且有它家独特的一个 透气的设计 就是你躺的时候 它真的特别的轻浮 就紧紧的贴合住你的这个颈椎 以及头部的每一步 它这个枕头的设计 是完完全全专门为了亚洲人而设计的 就是按照亚洲人的整个颈椎 以及就是一些肩膀的弧度而打造的 睡眠真是特别的重要 你睡眠好的 你做什么都好 所有事情你心情都会变好一点 但是我必须要说 很多时候睡眠不足 有很多内在因素 也有外在因素 但是我们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去改善它 像我们自己的话 也可以就是做一些适当的运动什么的 听一些轻音乐 然后枕头的话也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入睡 然后缓解你自己一些不适 如果是常常因为肩颈之类的 感到很不舒服很痛苦的话 可以就是入手 它可能就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幸福感 这个的话送给爸爸妈妈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礼物 然后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好害羞 就是别再说我胖了 知道没有 我最近已经开始健肥了 我这个星期瘦了四几年 两公斤 凡事好像看不太出来啦 但是我的确确是瘦了两公斤 怎么能瘦呢 就是多亏了我的一个肌肉们男教练 他帮我 就是每天操练我 让我就是日渐消瘦 你知道吗 他就是他做云康宝的一个智能脂肪秤 当你们只是看到他未表的时候 肯定觉得 他不就是普通一个体重秤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他其实真的特别牛逼 他是个体脂秤 但体重机只能够测出你的体重而已 我看一下他不仅可以测出体重 还可以测出BMI 水分 体脂率 身体年龄 基础代谢 肌肉量 内脏脂肪 蛋白质骨量 骨骼肌 对于腰臀臂 就特别牛逼 一下子测出那么多东西 而且他也不是说 只是给你测出这些 有个美的 你自己看了 你觉得 这东西什么水分 什么脂肪率 过胖过轻 听说so what 又怎样呢 他是有个自己的系统 然后你用手机在连接以后 就可以在上面 看到自己的那些数据 然后他还会量身的 为你打造一套减肥的计划 他们主打是要健康瘦 他们就是觉得说 一公斤的牛肉 肯定会比一公斤的肥肉 看上去更精瘦一点 就明明体重一样 可以看一下 就是 他说我的脂肪过高 他这个软件里面 还有一些社区 就大家每天都互相的 激励对方减肥什么什么的 就一堆猪腰 一直在互相鼓励 陪着你一起减肥 然后他这个上面 可以每天记录一下 今天的饮食 然后吃的东西 还有记录一下今天的运动 整个系统的话 是真的很贴心的那种 然后也会让你觉得 有那个动力 要减肥下去 然后反正他会教你 怎么吃一天 摄入多少热量 以整套的计划 他都会为你安排好 根据你的整个体质标准 我以后这星期 真的是受了两公斤 虽然两公斤也没有很多 但减肥这个东西 本来就不是一天 就能够做得到 然后我觉得 坚持使用下去的话 感觉一定有效果的 我要为自己加油 介绍就是他 破音 他就是宜家的香薰 我自己本身 就特别爱香薰 这种东西 可是我平时也不舍得 花一些大价钱 去买一些特别贵的香薰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穷逼笨逼嘛 就是在香薰上面的话 我也不想要花太多的钱 所以这个宜家的香薰 就特别适合我了 因为它价格特别的白菜 但是其实白菜 它的味道完全不会大折 就整个还是那种 就是我可以说 不熟大牌嘛 就是虽然我自己 是没买过大牌的香薰 但是我闻过 我在别人家闻过好吗 我觉得不熟 我有时候更加喜欢这一个 而且就是各种款式 也有 像我有这种款式 然后也有这种款式 然后也有小一点的 那种小小个的 然后我手上这两只的话 颜值都特别特别的高 这一个的话有一种糖果味 就像一种西瓜糖果的味道 然后这一个的话 就是薄荷的味道 特别的好闻 香薰的话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对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在我生活中 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存在 像我自己有时候晚上 我可能一天所有的事情 都做完了特别的累 我这时候就有什么不想做 我只想就是 看一下什么一些文章 然后看知乎 或者就是看一本书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打开我的这一个 落地灯 然后就点一个香薰 这样子放着 我真的能够感觉到 整个人完全是那种放松的 放 就这时候我真的完全感觉到 自己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就一天的那种辛苦啊 疲惫 就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 就完全都给释放了出来 让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很放松 我不用去顾及别人什么什么感受 我觉得我就是做我自己就好了 所以它真的能够让我感觉到 特别的有那个幸福感 有一个文心的感觉 我自己会推荐宜家的话 还是觉得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下个介绍也是一个 关于香味方面的 就是这一个 这日本的香水叫做 Ohana Ma Ha O L 香水是我近期最爱的香水之一 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价格很平价 很白菜 然后包装也很好看 但是味道的话却很高级 非常非常小众的品牌 我自己很爱小众品牌 这个小众品牌的一个好处就是 东西好但是价格又不会很贵 首先这一款是北极星空香调 这款是属于花香调中淡淡的 一个木兰香调 它主打是一个木质的香味 我觉得如果男生的话 这一款的话会比较适合一点 这一款的话是暖香百合香调 它这一款的话不是纯粹的那种花香调 而是有点温和的白色香 然后永和整个木质的香调 这个真的特别的棒 层次非常的饱满 就是在不同时候闻的话 都是不同的味道 而且是属于越闻越好闻 越闻越上瘾的 就是你刚开始闻的时候觉得你还好吧 但是你越闻以后就越觉得 就有种好像沉迷进去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跳舞的河马香调 这款的话就是完全属于一个花香调 它这款我也很喜欢 刚闻的时候会有一种柑橘的酸色味 然后冲入了一个鼻腔 然后再散开来以后的淡淡的花香味 就非常神奇 这一款的话它是味道最好闻的 它里面虽然有个玫瑰的香味 就是通常玫瑰香味会很浓郁 就一浓郁起来就特别的样的不舒服 但它里面还有个纸丁香的味道 会把那个浓郁的玫瑰味道给压下去 少女必备就是跳舞的河马 这个我真的特别安逸大街 也是特别的爱 就是有个美的都喷一下 因为特别便宜嘛 四十五不要牵 然后我觉得包装的特别好看 主要一个缺点还是留香时间太短了 不过我觉得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它才会卖那么便宜 就是如果它留香时间长会那么好 我估计也不是这个价格了 今天这个介绍 我最近让我感觉到非常幸福的 非常的温馨的一些小物视频 第二期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我从白天录到晚上了 特别可怕 有一条东西的服务 然后谢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